根据着大陆东部战区微博号发出来的最新消息 在今天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湾的北部 西南东部海空域来进行实战化的联合演续 重点检验体系支撑下对陆打击以及对海的突击能力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今天到了台中推广了蜂蜜行销活动 对于蜂蜜也被大陆禁止输入一室 他打包票回应说不会受到影响 对此想不到马上就被一旁的蜂蜜给打脸表示 少一个管道出口怎么不会受影响 一起带你来掌握 那我们国产的养蜂其实都是供不应求 尤其是今年因为受到三月雨量的影响 我们今年的产量不到一半 所以今年不会受到任何 因为无法出口到中国而受影响 总统跟院长就要求农委会要 降低单一市场的依赖 我以最具体的水果为例 前年所有台湾的水果外销 到中国占了八成五 可是到去年只剩四成多 今年绝对会压到剩下两三成 甚至一成以下 将我们减低所谓的单一 中国市场的依赖 我们会受到损害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东西要出口 就少一个对象可以出口我们的蜂蜜了 会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报复性的制裁 还是吗 当然感觉上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这样子想 因为是莫名其妙 因为我们的蜂蜜品质也是都很好 基本上很多检验我们都可以符合所谓的国家标准 但是突然间就不要给我们进口到那边去 当然是很委屈 我们也是有苦说不得的地方就对了 也希望政府说帮我们多管道促销我们的蜂蜜 毕竟出口行不通了 我们本岛或是其他国家 其他方向可以帮助我们 把我们融入行销出去 杨敏网友在淘宝网购的时候 遭卖家打枪说拒绝台湾一切交易 更说这不是针对人 只是想对维护国家主义和领土完整性出一点微薄之力 而这样的言论一出也让网友纷纷表示 并不是全部卖家都是这样的 袁博应该是特例 也有人开玩笑说 这不是国内包邮吗 为什么还要收我们的运费 而大陆媒体新华社在今天 他也发布了超过3000字的长文 宣称裴洛西串访台湾已经犯下了六宗罪 而其中包含了背信弃义 践踏法治 破坏和平 干涉内政 政治操弄 以权谋私 也声称裴洛西必将受到历史的清算 新华社指出这裴洛西访台违背了 这美国在三项公报当中所做的承诺 但事实上1979年美台断交 美国仍然和台湾保持着非官方的往来 但这次的裴洛西访台已经引发了如此的激烈反应 主要就是因为 裴洛西是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这地位仅次于美国副总统 而在文章的最后 新华社也提出了结论 他声称裴洛西是想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 要靠台湾牌来获得政治加分 认为现在美国在外交和信誉方面已经彻底破产 解放军公布了一系列我们提到的环台军演照片 其中这一张还是不断要讲到的是 解放军的船舰已经逼近了花莲的海岸线 除了不远处的国军这济阳级的巡防舰蓝阳号以外 远方似乎还可以看到依稀的这个海岸山脉的画面 在网络上面也掀起了一番讨论 对此其实评论员朱凯祥就质疑了 这大陆演习摆明就是要把港口给封死 飞弹飞过台湾上空却不愿公布资讯 还在搞政治操作 其实我觉得这个解放军的基建 然后呢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 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意外呢 他演习不都已经公告了吗 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从大的跟小的方向来讲 那张照片 其实你要跟前一张照片一起看 前你们前一张出口 你可以跳到前面一张去 如果他的船真的出现在这里 这还不是等于回到我们前一个话题了 请问一下我们公布的 我们公布的那些那些防空识别区侵入的 那些那些的 就是我们每次空军都会公布 光复都会公布 然后呢过去两天 公布那些不管是歼16啊 然后呢苏凯30啊或什么的 都是刚刚过线一点点 马上就回去了 你相信那个土长那样吗 你相信他们就是我过线了 大家都是空军方航禁吗 我跳过来了我跳回去了 所以这就不是事实 我还是回到前面那张讲 现在这个演习 人家就已经就是公布 他摆明了就是要把你其他广口都封起来 然后你选择导弹 飞过我们上空 你不公布资讯 然后呢穿越海峡中线 到我们家门口来演习 你也不完全公布资讯 那你过去拿这些事情 来炒作政治你是要干嘛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演习之后 他臺灣民众自己好好想一想 过去呢 民进党喜欢用这种方式来 攫取他的政治资本 可当真正的威胁到家门口的时候 濒临城下的时候 他又选择用一种把头縮回 去硅壳里面去 然后想要自欺欺人 在愚弄百姓这样的做法 你可以接受吗 那XO象不简单 他必须要入住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象 好 扫描这个QR扣 货照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顶级的XO象给带回家